二日生之人 工作上常常为他人两肋插刀 拖片来源 Adobe Stock 人一生都会遇到贵人 也免不了被小人陷害 从职场看 有时也像战场 难免会碰到一些敌人 所以在职场上 当你在工作上非常需要某个人的协助 而这个人又跟你有某种程度的不合时 你该如何 换言之 你化敌唯有的能力几何 能化敌唯有就把小人变成了贵人 今天特别说说从出生日看你贵人多不多 也就是指你化敌唯有的特征 注意是按照皇帝来计算的 一日生 特别重视事业的成与败 但常常把身边的敌人冷落 我行我素特征严重 二日生 很重感情 工作上常常为他人两肋插刀 做事得失参半 容易掉入敌人的陷阱 三日生 思想开放 豪气十足 人员广阔 用在敌人上的费用 常常是大手笔 有时得不偿失 四日生 化敌唯有的能力 有艺术天分 属于乐观派的人物 重视友情和合作 热心帮人也容易得到帮助 五日生 常常经历几番辛苦才能有成就 性情直爽 有顽皮的性格 主观力容易受敌人影响 树敌不多 六日生 化敌唯有的能力较弱 事业常常一步三折 对自己工作表示不满 频频跳槽 期待会成功 七日生 工作上活泼 精力旺盛 喜欢交友 但异性缘比较复杂 往往不经意中树敌 莫名其妙被人算计 八日生 智力很强 功过分明 对培养自己化敌唯有的能力 主动性不够 容易失去耐性 但是懂得爱护自己人 九日生 团队团结力强 但是往往口无遮拦 容易得罪人 年轻时容易遇到损朋友 稍有不顺 恐怕有牢狱之灾 十日生 善于自己单干 独创能停 不过人缘不得力 多有小人捣鬼之痛 如果善于合作 并有一番大成就 特别提醒 上述日子是按照日子的尾数计算 比如二十九日出生 即按照酒来计算 二十日出生就按照十日来计算 以此类推 在事业和工作中 遭遇小人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但是逃避和放弃 通常都是最笨的方法 要化敌为友 将小人变贵人 的确不容易 但不是不可能 从未理学来看 你的住宅情况 和你的办公室情况 也会影响你的遭遇小人的几率 和化敌为友的能力 运势不好 小人多的朋友 需做相应的调理化解 记住 调理适应道理 风水就在我们身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